各位观众好 我们历史明镜节目第136期现在开始了 这次节目呢 我们还是跟张伯树教授讲西藏问题 我们对张伯树教授呢 已经做过三期节目 伯树教授呢他见过达赖两次 第一次见达赖的时候呢 这个张伯树教授呢 还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 但是后来就为此呢就惹了麻烦 不得不从中国社科院呢就离开了 后来就来到美国 第二次呢就是2014年9月 张伯树教授应邀去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 这次呢又见到了达赖喇嘛 本来说是谈一个小时 结果后来的话呢跟达赖喇嘛谈了一个半小时 对吧我说错了 伯树教授你纠正啊 是是是是 实际上可能还不止一个半小时 不止一个半小时 谈得很长 对这次呢就是刚刚伯树教授呢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我们请导播呢把这张照片呢也放在屏幕上 让大家看一看 右边这位是不会认错啊 右边这位是伯树教授 这个明年呢是达赖喇嘛出走西藏事件的60周年 他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吧 就是1959年的3月10号发生西藏事件 然后达赖喇嘛呢他就出走了到印度去了 到现在到明年是60年 这个西藏流亡政府 他们这个已经从现在已经开始了 就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也为此呢跟伯树教授呢 为这个西藏问题的话呢 我们做过了三期节目 第一期讲的就是这个西藏事件 然后从这个西藏事件呢 就请伯树教授呢 给我们解答了从1956年到1959年 这个藏区 这个藏区不光是在西藏 这个我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这个范围内 而是包括周边的四省的藏区 这个期间搞民主改革引起的藏区 藏人这个整个这个范围的动乱 然后第二期节目呢 我们向前回溯 就讲了从1950年解放军进藏 1951年北京政权与藏人政权代表 这个一起签订了 一起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 最后达成了一个17条协议 从这个地方讲起 讲这个西藏问题的由来 但是讲到这儿呢 还不够 所以第三期节目啊 就从100年前 13世打赖 就是现在的14世打赖的前世 13世打赖 他为什么会有独立的念头 而为什么呢 后来这个独立的企图呢 又没有成功 我们已经讲过这三次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是第四次了 第四期了 我们就要请博树教授啊 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西藏啊 60年来 这个西藏之节 为什么总是越扯越紧 越想解 反而记得越死 成了一个死鸽的 而且呢 要讲一讲双方 北京中央政权 他们对西藏政权 对这个西藏 至藏的这个方略啊 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说叫没有改变 而这个藏人方面的话呢 打赖喇嘛 他对这个西藏 未来 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路线呢 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就想请 当然这个呢 我们刚才 跟这个博树教授啊 设计的这个方案呢 就是开始呢 是从1959年开始 前三期的话呢 是往前追溯 但是这个第四期呢 就是从1959年以后了 就是一个比较近的 这个历史了 现在对我们来讲 现在也都成了历史了 那么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开始啊 博树教授啊 我想首先 我们知道您写了一本 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中间的 这西藏问题 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专深的研究 我们就想 首先请您 告诉我们的观众啊 您如何评价 中共60年来 智藏的成败得失 尤其是跟这个 晚清 是吧 跟民国时期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 智藏的方略相比的话呢 那么中共60年智藏 他的成败得失 这个中间呢 这个60年当中 有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事情 就是文革 这个文革呢 对全中国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对西藏来讲的话呢 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那么这个灾难 对西藏的局势 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共后来 有怎么样的反思 就想 首先能不能 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好的 好的 谢谢黄连兄啊 那我就先从您刚才谈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 中共 智藏60年 和前面的 晚清 民国 那两段历史 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么 他的成败得失 在什么地步 总体来讲的话呢 我对于49年以后 或者准确讲 是50年 因为解放军进战 当时1950年的事儿了 1951年是建设17条协议 是吧 那么 从那以来 是吧 60多年 我写这个数据是当时60年 现在时间已经60多年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里边 我的一个总的判断呢 就是 这个中共智藏 总体上是失败的 总体上 虽然他钱没少话 就是没少使 但是效果不好 如果和前面这个晚清 和民国那两段相比较的话呢 尽管共产党曾经试图 去总结 记取晚清官员 在藏务改革当中的某些教训 这个节目我们原来谈过 当时的张英堂啊 赵尔峰啊 这些个晚清的官员 曾经在这个藏区 推行过改革 但是大体上也是失败的 那个时候的背景的话 他是要把这个 这个所谓川鼠变为边疆 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国家 这个现代主权框架的建立 那么他也要对这个 这个边缘地区的话呢 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改变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 国际压力问题 中国当时总体的国事 要处在衰微的状态 所以晚清的官员的改革的话呢 是在那么一个背景下之行 我记得我们上回谈过 这个就他的把宽属变为边疆的重建现代 这个不叫重建 应该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面 晚清官员的努力方向应该说是对的 但是呢 他们采用的文化同化 这种政策 从现在来看是要不得的 尽管我们对当时那一代人 我个人还是抱着一种同情式的理解 因为说老实话 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很快的晚清王朝也不在 那么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藏人自己的独立诉求 也开始很明确的提出 所以晚清那段大体是这样子 民国时期的话呢 尽管不管是北洋政府 还是南京政府 都曾经竭尽全力的宣称 向国际社会宣誓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本身处在那种状态 后来又有强敌入企 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央政府 没有能力真的去对西藏这样一个地区的话 实施有效的行政关系 使得当时的西藏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 这个当然我的书里都有很多的冰箱 所以你说这个民国政府 他在这个意义上 他谈不上对藏区的治理问题 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机会 那真正获得这个机会呢 反倒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 北京政府 这方面他有充分的这个机会 而且他也有足够的能力 因为今天的中国的话 和一百年前的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不但是那个地方在宣誓主权 而且在行使有效的行动关系 那为什么说他 他也是失败的总体是 还是回到我们上次做的那个节目 就是这个中共呢 他对藏区 他的行动者的两重含义 主权者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方面他是继承了民国 但是作为藏区改造者 共产党自己的业势形态 最大的问题 两条嘛 一个是他要 他要所谓要消灭 消灭剥削 他要消灭阶级 他要用他那条唯物所观和这个历史 这个阶级斗争那套理论 他要去改造藏区 就如同他要改造群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 再加上他还是个无声论者 他把这个宗教的话都看成是一种迷惑的内容 一种工具 他要消费这些东西 那在这么一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 藏区所谓改革当中 那么藏区原有的文化宗教 这个上层社会 彻底被摧毁 这个几乎就是个必然的事情 没有这么一套的话呢 当然就引不出来 五六年以后的藏区的普遍的盘动 也就不会发生 五九年的那个所谓平叛的事情 当然这一套逻辑的话 是共产党自尽他也不承认的 那我们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场上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套 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也是比较清晰的 这个历史逻辑的解释 OK那你说的说六十多年以来 中共在藏区 你不能说他没有下空 他自己很清楚 西南边陲 如果从中国民族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仅在这个生态意义上非常重要 在战略意义上也很重要 所以他对这块的话 从这个治理角度来讲 他当然他希望的把这个治理好 但是总是总是说话 这么多年以来 华林兄你一定知道 这个党有一个 共产党有一个说法 叫做举国元帐 花的钱就花的多了去了 这个情况毛泽东年代就做 后来邓小平年代也才做 到今天仍然在做 就是举国元帐这个政策 几乎是执行了好几十年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点区别 在毛泽东年代的话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那种 刚才我说的强调积极斗争 强调民主改革 强调要消灭僧侣 要改造寺院做那套东西 那套这个乌托邦的意识形态 他表现得更充分 表现得更张气 这类不假 然后到了文革期间的话呢 这个文革对中国整体而言 是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个毫无疑问 那在藏区的话呢 这种破坏尤其表现在 比如说当时要求那么混书啊 然后倒毁了很多寺庙啊 当时这个文革当中的造反派 打着这个破四旧的旗帜 对藏区的各种文物 各种典籍 造成了摧毁性的一种破坏 这都是事实 但是呢 这个情况有一点 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 或者说呢 这个历史显得比较处杂的地方 就是当时文革期间的诈取 因为毛泽东那套东西 毛泽东语录 也曾经被当时的藏民所接受 我看过一些的 回忆那个年代历史的一些文章 也包括一些书籍 比如说王力雄 研究这个西藏问题的 一位著名的民间专家 他就有个说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神界轮回 因为藏人吧 他本来是信奉达赖喇嘛 信奉藏传佛教的 但是在文革 那个那段时间里面 曾经 这个毛泽东的语录 取代了达赖喇嘛 取代了藏传佛教 成为这个藏民 好像这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信心对象 当然这个东西说 彻底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另说 至少从表面来看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 这个另外一位 张沐生 咱俩原来的作品 也谈过他 那是一位红二代 文革期间 他曾经在 这个这个这个 西藏那个地方工作过 也做过林治地区的专员 那据他讲的话呢 那这个每个藏民 至少可以背诵 50条以上的毛泽区语录 几乎可以解决 藏民这个他们自己的 所有的人生信条问题 这是张沐生的说法了 那就是说呢 在文革当中 出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 也非常复杂的一种现象 这个 固质上的破坏非常严重 精神上的话呢 把这种所谓 这个神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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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界轮回这个现象 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继续研究 但是这个情况 说老实话是暂时的 因为文革结束以后 情况很快就化手变了 那么藏传佛教 当然在改革开放年代 共产党也开始讲 说文革当中是错误的 是吧 我们要否定 那被文革当中的 去错误 我们要纠正 是吧 寺庙的话呢 有些东西当然 还要重新建立起来 是吧 喇嘛的活动应该恢复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这个所谓神界轮回 大概从藏民族的 整体的信仰 它会很自然的 重新回到藏传佛教 重新回到阿里拉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这种情况 当然就导致了 开放年代 这个在藏区治理上的 一些新的毛泽 新的出土 总体而言的话呢 这个共产党试图 去把西藏的问题治理好 刚才我说过了 无论从国家安全角度 还是从这个少数民族 地区的这个稳定角度 他并不希望老出事 但是事情就是老出 一直承受不去 我这么觉得话呢 归根结底 还是共产党在少数民族 这个地区的政策上面 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 我在我的书里当然也讲了 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按照共产党 这样一种 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 他不可能真的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 这个承诺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嘛 就是人家少和民族的事 你让人自己管 对吧 你不用搞得 管得很多 也管得很细 但是事实上的话呢 北京不是这样子 用这个我们以过世的一位 党内的一位老同志 叫何芳 也是我们社科院的 原来日本所的所长 他喜欢批评文章 他就讲的话 说这个中共在战区政策上 治理上最大的问题 是吧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党管一切 汉人当权 党管一切 当然这个在中国党长都一样 党委书记说了算 是吧 这个省长说了 省长要听党委书记的 要听省委书记 那就在自治区来讲的话 就是你自治区的首长 自治区的主席 你要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治区党委书记 而且中国的少数民族 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 他的党委的第一把手 自治区党委书记 或者省委书记 基本上 很少有这个当地的 少数民族的人士来干 绝大部分都是害不去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西藏而言的话 前前后后 大概十多人 这个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只有一任 算是由这个少数民族出任的 就是一族的五金黄 其他的完全没有 新疆还曾经有过赛福林埃德兹 内蒙曾经有过这个乌兰夫 但是西藏从来没有过 任何一位藏族人 来出任这个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对 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 就是图7 这个就是西藏自治区 历任党委书记当中 只有五金华是个遗族 其他都是汉人 这个图片上呢 我们列出了的这几位呢 还不包括最新的 最近在任的这些 但也同样是汉族 这个就是验证了 刚才博树教授所讲的这些 对不起 打断你 您接着讲 这就是说 这套什么呢 党管一切 然后害人当权 这当然完全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所规定的 那个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区域自治满面 你应该是相信少数民族 让你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做一个对比的话呢 某种意义上这种措施 还不如满清 不如这个清朝 当年的这个满清统织就高明 那个时候他们是采用 驻舱大审的政策 我们说过 这个康庸前 算是盛世 当时也不会就是派遣驻舱大审 你有什么事的话呢 当然你要向北京该报告的 要报告 我派一个驻舱大审过去 也是一样 重大的事情 我要了请 一般的事我根本不管 内部的话 你自己治理就够了 但是现在北京版图做不到这一点 原因当然很多了 刚才咱们说过了 说了半天 他那里面可能有 这个中共现在自身的政治体制 所造成的这种惯性 他在藏区 他同样采用这种 这个单关系的办法 那当然从少数民族角度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你只对他不信 那么这种政策里面 有没有说过去 这个中国前现代 有时候对所谓四周 所以对敌意 多多少少一点不相信呢 那个因素在不在 这个因素大概也在 所以这是一个 如果分析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的话 大概这还是个蛮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做节目 没有时间展开的计划 他所造成的结果 简单的说就是 这个藏区的智力 总体来说是失败的 因为他没有真的相信人家 再加上他的宗教上 在文化上 对人家总的中 是保持一种控制的 在某些世界是压制的 这种政策 人家大致心的也不舒服 尽管你花了很多钱 你帮助藏区发展的经济 这个方面共产党 确实没少做 咱们实是求是的讲 我当时看着 没把人的心买下来 因为我这个 您刚才不是提到 我2014年 我去达莱萨拉坊 我当时见了 不仅见了达莱喇嘛 也见到了他们的这个司政 这个洛桑森格 也见了他们的好几位部长 我跟他们讲 他们就说 他们也承认 北京这些人家花了很多钱 但是为什么就买不下藏人的心 他们的解释是什么的 就是北京的统治者 从来就没有理解 藏人真正的需要事实 他们真正的追求事实 藏民族是一个高度信仰的民族 而且很重视 不仅重视现实 也很重视来世的民族 那你在这样一个民族面前 你光是说 这个给人一点小民小会 然后让他在物质上 好像好一点 他就能够成功于你 但是你在精神上 你不尊重人家的文化 不尊重人家的宗教 那当然 你这个最后不会有什么 太好的回报 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但是很可惜 党国统治者 这个问题上 压根就没拿过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早知道 六十多年以来 中共在藏区治理上 最终总体上 是一个失败状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好 那我们就想转入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的话 我想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中共治藏的政策 在文革以后有一个大调整 我们都记得胡耀邦 他曾经到西藏去 当时就是 可能他也反省到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当时想揪佐 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的话 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重点还是放在打赖喇嘛这一方面 他怎样在争取独立和汛求自治之间 摇摆了多年之后 最后形成这个中间道路 就是强调他是要自治 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 您前面一个问题可以简单点说 因为我们对中共的治藏政策的话 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 好不好 我们平衡一下吧 您刚才这个讨论思路我都赞成 我刚才看到咱们批评了共产党说 他这个60多年总体这个治藏政策是失败的 但是客观的讲 实事修事的讲 我们当然也得承认 就是在中共体制内 还是有一些个比较开明的人 比较开明的领导 曾经试图在藏区推荐一种更开明的政策 这也是有的 您刚才提到胡耀邦了 胡耀邦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 胡耀邦80年代主政期间作为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他对西藏问题的话曾经推行过一个相当开明的政策 我一会儿再简单说 在回方之前其实也有 比如说50年代到60年代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也算思想也算开明的 这个另外这个习仲勋 今天这个习仲勋 他老爹 当年50年代 国务院副总理 这个也是算是 这个主管藏区工作 和当时的班长兰还有很多的接触 他们都算是比较开明的 但是很可惜这些开明的最后好像下场都不大好 李维汉和习仲勋的60年代是被谋批判 觉得他们是搞什么投降主义 国际上投降秀政主义 内部嘛投降这个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 所以他们最后的下场都不好都被领怕 胡老邦呢某种意义上也如此 胡老邦是80年他曾经去过西藏 他当时是刚刚接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然后这个他就去了 到西藏做了一个实地考察 他也做了很多了解 看看藏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文革当中遭受了很多迫害 文革当中这个西藏地区这个情况很复杂 所以他现在在改革开放了 到底藏区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 无论方是亲自去考察了一个 断了一圈以后他提出六个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免税 就是给藏区要减少经济负担 放开 放开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信任少数民主 是人家的自己的事 你就让人家自己管 中央发布的这个各种方针各种政策 如果西藏地区不适应的 你们可以不执行 对吧 然后第三条走人 走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减少汉族干部在西藏的政策 别什么事的话都是 这个阅族太炮什么事都 你全不好 这不好 所以霍尔邦当时的这个政策 总体来讲还是相当开明 那当然后来的话呢 你老兄可能也知道 这个在中共党内 在北京还引起了一些争议 觉得胡老邦你这么搞 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个对少的民族是不是又是太反开了 太反认了 你甚至有人把这个80年的后期 藏区发出了一些叛乱 发出了一些骚动 归结为是当年胡老邦的这样一些 这些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这个提法当然我个人是不担心 胡老邦的话呢 这个虽然说他作为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他在某些个问题上 他处理的也不见得完全成熟 这个我们可以另说 但至少他在藏区提出的这个六四方针 总的方向上我认为是对的 这对于这个调整当时汉藏之间比较紧张的关系 鼓励藏区的发展 甚至今后能够鼓励藏区的自治 本来都是一些个应该说是很英俊的一些提法 大的方向上没问题 但是很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胡老邦本人嘛 这个这个在后来到了87年 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利 被邓小平这个迫使 把最后不得不辞职 离开的权利不太在中央 那么藏区的话呢 到了80年的中期以后 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观众也可能还记得 87年88年到89年 这个藏区 我说的藏区首先是比较 这个卫藏地区 就是拉萨这些地区 不断的发生骚乱 不断的出现一些问题 有这个民众的抗议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80年的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的话呢 我们最简单的概括 大概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这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 和文革当然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把这个挣钱看作了 最重要的事 也有不少的这个汉人进入到西藏 比如拉萨啊 或者其他这些大城市 然后去经商 然后去做买卖 那么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 藏族 本地的这个老百姓 他会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这个问题我想和新疆的情况 应该类似 但是新疆的情况更严重 因为新疆这个地方汉人更多 这算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说起来的话呢 很荒唐 显得很 就是说呢 文革结束以后 开始执行所谓落实政策 给当年的一些个被批判的一些个上层人士 给他们返还财产 给他们返还就是返还那 但是当地的一些个藏族的一些个底层民族 这个过程里边他们可能有某种心理上的不平衡 他们心里也有不满 心里也有某些怨气 比如说文革当中 那些高通大德 那些上层人士 他们的很好的房子 本来就已经分给这个藏族的一帮老百姓住了 现在突然要把房子返还 那你怎么来安置这些原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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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民族呢 在这些个非常具体的环节上 处理的也不是很好 这也是造成问题 这个另外刚才我说的那个因素就是神界轮回 文革期间吧 我们不少的底层藏民可能曾经真的信过毛泽东 真的信过这个毛雨露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很快重新回到了藏族过程的传统 他们重新把达赖喇嘛 这个视为神 他自己这个今后的这个来世的一种一种保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和这个改革开放当中的这种 这个党的那些要求 对宗教的控制 对寺院的控制 这个之间就划算了冲突 这大概也是个因素 最后吧大概也还有个因素 就是到了87年的时候 达赖喇嘛本人在国际上 一直在这个开始发出声音 对如何解决西藏问题 提出了一些一个见解 提出了一些一个方案 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谈 对吧 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国会的讲演 对吧 在这个这个对欧洲议会的讲演 这些东西也可能通过某种渠道传到了境内 传到了藏区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这里面当中有某些个互动 这个大概也完全可能 所以总体来说吧 就是80年代的中后期 藏区逐渐的显得混乱起来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北京采取了高压政策 北京不是说去认真的反思一下 我的这个藏区政策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没有 他更多的反倒还是觉得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维持问题 藏区不能乱 全国不能乱 那按照这么一个逻辑 他就采用这个 比较简单的那种 弹压 控制 震慑等等 这就有了1989年 三月份的西藏地区的被戒严 这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时还是胡锦涛 做这个西藏自治区大委书记的时候 好像有这样的图片 胡锦涛自己也带来康归了 上了街了 后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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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对胡锦涛比较满意 最后隔代指定 他担任这个 江泽民以后的中共的这个接班人 是不是跟这个因素有关 也没准有关 反正他表现了一种坚定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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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统治者的那个状态 你便看这个胡锦涛好像挺弱一个人 但那个情况之下 他居然就是采用了这样的铁血措施 但是这种措施最后 当然是激化了这个 各种各样的毛统 激化了这个民主毛统 这是我们后话 我们可以以后再讲 也正是因为当时 西藏发生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动乱 然后随后呢 又发生了北京的动乱 导致了六四的镇压 这个呢 可能对那一年 达赖喇嘛 他最后在那一年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能也是多少有关系的 都有关系 那么那么下一步呢 我就想正好就转到达赖喇嘛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因为达赖喇嘛他确实在这个 这个在有一段时间 他是讲了独立 然后来的话呢 他也讲了自治 在这两者之间呢 我们感觉啊 我们对西藏问题不是很了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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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老百姓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这个达赖喇嘛 好像两方面的话都说了 最后呢 强调了它是中间道路 那么这个主张又是什么 为什么他前面发生那样的摇摆 跟我们把这个问题啊 能不能请您重点讲一讲 好的 那我们就重点聊了这个话题 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 因为今天的流亡藏人 他们的政治诉求 就是中间道路 那这个中间道路 这个思想 这个主张是怎么来的 怎么就是原来的那种 这个主张独立到现在变成 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重点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 那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的话呢 藏人的确 他是在1959年 这个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到了印度以后 他是重提要独立 就是重新回到 十三世达赖喇嘛那个立场上面 这个原来我们做节目谈过 他的理由的话 当然也是根据 这个原来这个 十三世达赖喇嘛那个说法 就是我原来跟你只有共识关系 我没有什么城市的关系 在现在的话你对我们如此的破坏 那我们当然我们更不能够和你在一起 所以从59年一直到70年代初起 可以说在印度的巴雷达 一直还是坚持要独立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用藏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呢 他们说的话呢 他们自己这个第一次提出 中间道路的这种主张 是在1974年 1974年 当然我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具体文献 我的感觉的话呢 今天意义上的藏人的中间道路的 这个比较明确的表述 他的背景呢 其实是1972年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 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契机 因为在那之前呢 这个达赖喇嘛主张独立 当时的美国基于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 也曾经援助过这个达赖喇嘛 也曾经暗中帮助过 这个西藏地区的一些狂派人士 当然这是通过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来做的 这方面有各种事实料可以证明 美国人世界也承认这些事情 但是到了1972年 这个美国和中国两方面 都因为各自的战略的需要 重新走到一起 这会让这个达赖喇的达赖喇和的王赖尔人 感到比较紧张 所以在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在考虑 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对北京的政策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那后来呢 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到了1978年1979年 北京方面也对这个达赖喇 伸出了干燃伤 因为邓小平嘛 其实我们原来节目做 当年藏区评判 他也是参与人之一嘛 他也是决策者之一嘛 他很清楚这个事情 前前后后怎么回来的事 所以到了这个文革结束 为了收拾原来的烂摊子 他也想把这个问题的话呢 把它和缓一下 把它解决了为好 所以79年初 邓小平曾经托人 去到香港 找到了达赖喇的哥哥 加勒顿珠 把他请到北京来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回去跟你兄弟讲 我们欢迎达赖喇嘛回来 过去的事吧 你就过去了 我们不谈了 只要达赖喇嘛不谈这个独立问题 别的什么事都不谈 他回来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他需要什么待遇 我们也可以恢复给他的待遇 这个这些是多好办的 所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邓呢 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一方面把59年那件事 就算翻过去了 另一方面他当然希望 藏区如果能够稳定下来 那全国的话 这个稳定的角度就好一些了 当时的主要的主题是 所谓实现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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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那是我们的回国的观光团 那是由达赖喇的三哥来带队 当时呢北京方面做了认真的准备 要接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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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站 一个流亡塞尔的团体 但是呢北京当时觉得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在国内进行了这么多年的这种 这种这种批判达赖的教育 他担心藏民看到达赖喇的这个代表团来了以后 这个对他们表示不满批判他们 甚至这个催他们痛 对他们表示更礼貌 为此呢这个上上下下还做很多工作 一直到这个拉萨的普通街区 过给这个藏民做工作 说你们要见到这个海外来的那些藏人的话 大家要有礼貌 不要这个恨他们发生冲突 那也不要看不起他们 事情结果完全出乎党国统治的意料 他们的判断彻彻底也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这个达赖派来的这样一个代表团 到了西藏 到了其他地方以后 受到了藏民的空前热烈的欢迎 完全超乎最新的预兰 很多藏民的话呢 哎呀这个这个特别的激动 说啊匍匐在地 看到达赖喇叭的这个这个代表来了 把他身上的这个这个什么断带什么的 他才来当时的这一种场面 哇 哇 这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 共产党被自己的 多少年以来的宣传 他自己都相信这个东西 其实差 差不多 OK 那件事当然给北京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他们在考虑这个达赖喇叭的影响 那么我们欢迎你回来 但是你别张说你就代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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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600万藏民的利益 你谁也不代表 你就代表你自己 你自己回了我们欢迎 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谈了 那独立的时候你当然你也不能谈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在北京安置你 你也未必非要回到西藏去去担任什么职务 这是北京方面的说法 但是 当然哪个方面的说法的话呢 我个人回来不回来不是主要的事情 是吧 我就只要代表这个境内外的所有的藏民 我来和北京来看 我要代表他们的利益 我要反映他们的呼声 是吧 你想双方的话这个差距非常之大 我根本接不上 所以尽管有79年到80年到81年 双方有威胁接触 但总体来说进展不到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达赖喇嘛 这才换了一个思路 不行的话我诉个国际社会 我争取国际社会对我的同情 对我的生怨 所以达赖喇嘛的话 大概从80年代中期以后 就开始频繁的在各种国际场合做生意 比较典型的 刚才我提到过 是吧 一个是1987年 今天好像是9月份吧 达赖喇嘛 这个访问美国 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五点和平建议 那个意思呢 总体来说就是 这个希望西藏成为一个国际和平群 那么也希望西藏和中国展开一种 这个友好的实质性的谈判 另外呼吁国际社会的话呢 防止中国把西藏当作一个核武器的试验场 或者是这个核废料的垃圾场 在这个演说当中 当然达赖喇嘛 还对北京做了很多指责 包括说 这个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边 说北京政权对藏人实施大屠杀 是吧 大概这个六百万藏人的话呢 被杀掉了一百万 还有的话呢 有另外一百万人的话呢 处于监禁状态 所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 但是也表达了 我们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吧 进行这个协商 展开谈判 是吧 来确定这个西藏未来和中国的 这个关系的性质 这个大概就是他在1987年的 这个美国国会上的一个演说 这个五点大铁石的意思 他甚至表示的话呢 说希望今后西藏作为一个佛国 他成为这个地缘冲突当中的某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调节点 因为 这边是中国 那边是印度 西藏在中间 西藏没准能够发挥某种 缓冲作用 让整个亚洲的话呢 变得更为和平 这也是这个达赖喇嘛 这个达赖喇嘛 当时在美国国会演讲里面所谈到的 那我自己在看了这些东西以后的话呢 我当然有个感觉就是 达赖喇嘛在这样一个演讲里面 他的一个基本定位 他仍然把西藏是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存在 把中国视为另外一个国家 大体上他还是这么一个前提 所以跟今天的西藏这个中心道路有很大的差别 另外有些个说法的话呢 也有不腐蚀的 这个不完全腐蚀的地方 比如说他说杀掉了一百万人 监禁了一百万人 这个提法的话呢 现在看来有夸张成分 国际学体一般也不会采用这两个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也可能达赖喇嘛 自己也被他的这个达赖喇的一些的 从事宣传的 从事研究的这方面的提供 有些个故事的一些个材料 他也相信了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 北京方面曾经过分相信自己的宣传 结果闹出那儿的笑话一样 那达赖喇喇方面的话呢 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但是呢 不管他怎么说 达赖喇喇在这个1987年的这样一个讲话里面 他是谈到了 他愿意和中国政府来做这个谈判 已经表达了一种比较和缓的 也比较善意的一种姿态 这个也要看到 所以到了1988年 那达赖喇喇喇在欧洲议会的一次演说 他就把这个意思就更加具体化 由于这次演说的话 是在法国的这个斯特拉斯堡州地方举行的 所以一般来讲 又把达赖喇喇的这次演说 称之为是这个斯特拉斯堡建议 那这里边的话呢 他在美国的这个提法 和他前一年在美国的这个提法 不同的地方 他就开始 他说我们也可以考虑和 中国建立某种联盟关系 建立某种联盟关系 但是最终的话呢 这个西藏的这样一个中立的地位 希望能够得到确立 在这个地位确立之前 我们也同意中国可以保留在西藏的驻军 但是这是有限的 一旦西藏的地位确定以后 那驻军的话应该撤走 此外呢 中国可以这个从外交层面代表西藏 但是西藏的话呢 在他的文化的宗教的经济的方方面面 他应该和国际社会暴力的关系 等等 这些内容的话呢 大体上是这个达赖喇喇在法国 1988年谈的这些个观点 欧洲议会呢 这些观点呢 即便在这个当时的流亡扎人内部 据说的话是有争议的 因为有人觉得 达赖喇喇嘛 是不是对中国方面做出了更多的让步 这个立场是不是显得过于温和呢 在当时的流亡扎人内部的话呢 觉得还有不同意见 但是达赖喇嘛本人 审心夺势吧 大概他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我对中国政府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愿 来表达我们的善意 这还是应该的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后来的话呢 流亡扎人方面的观点又有一些变化 这就涉及到这个19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 北京六四发生了 那些共产党面对自己的学生 面对自己的人民开枪了 坎克开上了天文广场 这个受到全世界的这个重生谴责 接着很快的时间 东欧发生巨变 这个苏联也集体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个流亡扎人的这个原来的这样一种主张 他们自己做了这些调整 大概他们觉得的话呢 北京的这种变化 这个共产党的统治者 可能也做不了几天了 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在这个变化之下的话呢 藏人想到了 那没准这是我们 重新获得独立的一个效应 所以到了91年92年 达伦萨拉方面 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他们自己在设计 如果一旦独立 那么西藏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怎么把达伦萨拉已经建立起来 这一套民主体制 以后在整个西藏地域实行 这个达伦萨拉甚至的话呢 为此还写会写个专门的文章 这些材料当然我都看过了 那这个给我的感觉的话 就是他们当时曾经抱有希望 抱有期待 觉得中国一旦发生变化 那这个其他的独立 应该是这种可难的事情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话呢 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 这个87年88年 特别是88年那个 要和中国联盟的那种 那种转型 达伦萨拉方面自己的说法是 由于北京政府一直没有做出响应 所以我们也不再听这些东西 OK 这是到了90年代初 那时间再往后 做推 到了90年代中期 那么 令王藏上方面 再次发生了 这个 主张上的调整 这个调整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中间道路的形成 中间道路呢 最简单的概括 就是他强调 说我们藏人不再 追求独立 我们也不再把这个东西 当作我们的 目标 对 那我们现在的话 是希望 这个要求的基本 那他们之所以 从这个90年代中期 大概是95年 北京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善 美国嘛 也放弃了 把人权和贸易挂钩的政府 开始鼓励中国经济上的发展 甚至鼓励中国加入WTO 那中国和美国的贸易 中国和欧洲的贸易 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也都在迅速发展 那看见的话呢 这个共产党虽然是个强权政府 但是 垮台就是垮不了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那达里达嘛也好 还是藏人这个流亡政府也好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 倒是还是非常习近 他们开始根据新的情况 根据新的条件 来重新考虑 我怎么样和北京政府交道 那么 考虑到不仅仅是藏人 这个境外的十几万流亡藏人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境内几百万藏人 那达里达嘛大概觉得 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 应该一方面有可能被北京所接受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这个境内外的藏人他们的实体状况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 这个流亡藏人方面 他们到了90年代中期 形成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政策 并且以这个东西作为基础 来争取和北京对话 来争取和北京谈判 它的一个基本背景 而这个背景的话呢 如果我们从政治上考虑的话 应该是个非常现实的 也还是蛮智慧的 这么一个政治的主张 好 这个时间呢再往后推移 就到了本世纪初 我们知道本世纪初呢 这个2002年 胡耀邦呢 对不起说错了 胡锦涛 胡锦涛呢 就按照这个邓小平当时 隔代指定的这个要求嘛 就当上了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 然后又当成中央军委主席 而且呢 在打赖喇嘛看来的话呢 因为胡锦涛当年曾经在西藏工作过好几年 所以呢 他当时呢 对胡锦涛寄予一定的希望 本世纪以来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打赖喇嘛方代表的话呢 和中央政权的代表 就进行了九次对话 以前我们一直听说在对话 但不知道几次 是看了您的书 我们知道是九次对话 九次对话 一次非正式接谈 所以也可以说十次 OK 但是最后呢 还是无果而终 至少到现在为止吧 没有看到什么 双方有任何的进展 有任何的眉目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这些对话 这些非正式接触 无果而终 到目前没有进展呢 这话就说起来吧 还是双方啊 这个立场相差太远 很多东西根本结不上差 我们说的话 像流氓赞人方面 刚才咱们已经分析了他们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他们观点上的转变的过程 总体来说的话 他这个达里喇嘛也好 还是南萨拉的西藏流氓政府也好 他们是希望能够和北京谈判 能够争取改善境内外藏人的状况 也当时本质就是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我们往前看 大体上他还是这么多想法 但是从北京方面的话呢 他有两个问题其实是绕不开的 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59年这件事 59年这件事 因为当时北京到现在 仍然在讲 说你这个 当年你这个达里喇嘛 你是叛乱 你是这个出走 你是因为你是搞分裂 这么多年以来 中共在藏区的宣传 在全国的宣传 也是说达里喇就是个分裂分子 是吧 他是国外的这个反华势力 他是种分裂势力 那你现在的话呢 你既然要回来 OK 你作为个人 我们可以谈 我们可以谈你达里喇嘛 个人怎么回来 甚至包括你身边的那些人 我们也可以考虑得安住你 但是你没有资格来代表 这个所谓六百万藏民的地方 这是北京绝不接受的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我也不跟你流亡政府谈 因为在北京眼里看来的话呢 那个达伦萨拉的所谓 这个西藏的流亡政府 那就是个威胁 国际上没有人承认你 所以他不会承认我和你什么流亡政府谈 这就做成双方在这个街坛上的话呢 有很多实际上不对口的利率 所以北京的解释是 从2002年开始 我只是在和你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 在进行这个接谈 他也不叫谈判 他用的词都是很讲究的 我是和你接谈 什么叫接谈呢 就是接触商谈 接触商谈 我谈的对象 我只是你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 你的个人代表 那么当然说 这个流亡藏人方面的话呢 他们这个 这个对这样一个 这个九四谈判的过程的话 他们一般用的是汉藏谈判 或者叫这个中藏谈判 他们用这样子 所以你看得出来 就是双方对这种谈判的性质 是吧 双方对谈双方的 这个各自的位置 那在解释上 竟然是很不一样的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很难下降 他的谈判 这种谈判的性质 我的感觉 因为这个藏人方面的 这些个谈判过程 是吧 特别是后来他们 提交的两份正式文件 我自己还是做过一些 比较详细的一个言情 就是到了大概08年 第七次是第八次接谈的时候 藏人方面 曾经提交的一份 非常详细的 而阐释藏人方面 立场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 这个藏人关于实施 名副其实自制的建议书 北京叫被网络 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当然 现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中文的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文件 大概有个一两万字的样子 藏人方面全面的解释了 他们自己的要求事情 那这些要求的话呢 无非是希望中央政府 能够尊重少数民族的地方 自己的权利 应该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法 你已经承诺的 那些个主张 就是让我们能够获得 名副其实的自制 这名副其实的 这个词当然在这儿 是很值得去砸磨这个滋味 很耐人寻味的 这个第一次就是说 你过去 你也说你在西藏政治区 是在实行什么 民主区自制 但是事实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说你是党管一切 这些汉人当权 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区 这个方面我们应该 你落实中国的宪法 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另外当然这个 藏人也提出来说 藏区的话很大很大 不光是西藏政治区 清海也好 云南也好 这个甘肃也好 四川也好 还有其他的各种藏区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 整个藏区 在这个治理上面的话 应该保持某种一致性 应该保持某种统一性 这是藏人的建议里面提出来的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藏人呼吁 要爱护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藏民族的文化遗产 是实际上独一无二的 在过去这些年里面 是吧 那么这份文化遗产 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 这个破坏甚至是毁荡 那并要说对藏语言 对藏文化 对藏族的宗教 这个方方面面这些东西 应该有一套 这个保护这个藏民族文化遗产 这一套有效的政策 能够实施 这个也就是说的话 藏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 在文化上具有 这个高度的这种独特性的这样的名字 那么他这份遗产 应该能够传承下去 应该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藏人这份材料 这份文件 他在这几个方面做的 非常详细的展示 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从藏文方面来讲 他在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 一方面很迫切 另一方面也是动静疫情 在他讲道理 但是他很匪夷所思的话 是对这方面表现出的 非常非常的不同情理 因为这个中南海方面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很快就做出反应 他就开始批判说 你们这个材料 你们口是心非 你们实际上还是在主张 变强独立 你们是在主张大藏区 你们甚至妄图想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扣了一堆帽子 另外说 你们无非是想回到 原来这个西藏历史上 那种落后的反动的 那种封建农农事 别看你们说的挺好听的 如果真的要说上 你们自知的话 弄不好的话 你们会对汉人要血油成河 这是当时北京官方做出的一些反应 我说的这些反应的话 有的是像当时的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 叫什么 朱维群 朱维群的 还有叫斯塔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中方的一些高级官员 他们在一些不同场合做出的反应 基本上都是严厉批判藏人这份建议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 藏人仍然是 还是尽可能的去解释 尽可能的我要阐述我的观点 我希望你们理解我 所以他又搞了一份文件 叫做《关于名副其实自制的解释》 又搞了一个文件 这文件也很长 他无非是在一方面就是 这个非常可以说非常委屈的在自我说明 说我们没有这个指责中央政府的意思 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并不追求公民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落实中国的宪法 能够让藏区的话实现自制 能够保护我们的文化 能够保护我们的语言 能够保护我们的宗教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这个大藏区的话 我们这个藏区 我们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中央统战部的那解释的话 是对我们的立场的一种躯体 此外 说我们想恢复到过去的这个农农制 这更是天方月潭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组织 达里喇嘛本人表述过多次 西藏过去的传统的话 有很多东西也确实是已经过时的 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的西藏 事实上的话呢 就是在海外流亡战亚那边 人家已经在建设一种这个民主体制 当然后边这句话呢 他们在给这个北京的那个文件 他们到媒体 这是我来做一个进一个的衍生 就是说北京政府指责说达里喇嘛 和立王政府要恢复什么过去反动的农农制 这真的是欲加之罪 完全没有任何眼神 他们真的就是在欺骗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而已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藏人等于又做了这样一个解释 你看那个文字的话你就会感到 甚至是内心里边充满了委屈 我希望能够和你和解 我希望能够获得你的这个认可 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基点上 找到大家共同和睦相处的一种方式 藏人的这句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两个文件表达的非常迫切 也非常真实 但是非常可惜 北京的这批高官 北京的这批中共官员 在这个问题上 不但非常 没有一点痛情达理的地方 甚至表现得极其满河 傲慢 我作为一个汉人学者 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汉颜的 我自己都觉得两个的发烧 太不值求是 所以这个 九四对台下来 无果而终 没有任何结果 其实达里喇嘛这方面 他自己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海外这个流氓杂的内部 他也有不同的团体 他也有不同的主张 其中像有些的团体 像藏青会 自由西藏 这些团体 他们是主张西藏独立 但到现在他仍然主张西藏独立 反倒是这个达里喇嘛和这个流氓政府 一直在坚持说 我们要坚持这个中间道路的主张 而且这个这里我还要说明一句 就是中间道路主张 不但是哪里哪个本能立场 而且也是经过这个达兰萨拉的 西藏流氓政府议会 他们公开辩论 最后形成决议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上 他也代表着这个流氓政府的意见 他们还是把这个当作一个 一个认为是对今天的这个 不仅是这样境内外的诈人 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政府 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因为这没有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 甚至有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那为什么你就是不接受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他觉得也不好理解 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 那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几次谈判下来 总是没有结果 那当然那些个主张西藏独立的那些团体的话 他就会给流氓政府 甚至给达兰萨拉本人造成一种更大的压力 这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海外流氓团体的这个流氓大人团体内部的话 他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紧张 也有一种张力存在 那再 我如果把这个几个不同的层面都在考虑的话 你就能够想象 过去这些年以来 这个总体来说流氓政府和这个达兰的这种努力 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 我们今天本来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确实就不够了 我想最后的话呢 尽管时间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超过我们一小时节目的时间 但是我还是想请博树教授 最后能不能简明额要的跟我谈谈 跟我们像我们的观众啊 谈谈您最后的这个有什么意见 对这个这些问题 OK 我个人是这样啊 我个人的话呢 我对西藏问题的话 我是秉持三条 一条的话就是说 这个对六十多年以来 是吧 中共制造过程当中的那些政策上的一些问题 是吧 体制上的问题 那我们要毫无犹豫的要批评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自治 自治权利的不重视 是吧 对这个人权问题的这种这种侵害 我到现在为止 第二条的话我认为 这个中国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才能够真正解决西藏问题 或者说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中国的这个宪政转型 因为我刚才说了 那导致今天西藏问题最大的 说了半天是共产党一党专权的体制 所以才会有党管一些汉人当家的问题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 这不可能真的落实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要寄希望与中国的民族转型 寄希望与中国的这个民主化 那这才能够真正不但解决中国 汉人地区的问题 也才能够真正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 包括西藏的问题 包括新疆的问题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的话呢 我个人是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 我不认为西藏独立是一个选项 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一种东西 尽管我知道的话呢 海外刚才我谈到的 我一部分的旺子论是持有这种主张的 那么我们大概有些个反对派的汉人朋友 大概也支持藏人这样主张 那我呢 我是从一种这个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今后民主化转型过程当中 他的那种路径和他所承受的压力 是吧 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第一不认为西藏独立真的可行 因为他不具备现实的条件 第二的话呢 这个也如果说这个独立问题提上日程 大概也不利于中国的研究转型 能够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和平的 是吧 压力较小的环境下来进行 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是站在这儿 一个三条上面 但是很可惜 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刚才你这个节目开头你就谈到了 我这个2014年前几年 访问达拉萨拉的时候 跟达拉萨拉曾经做了很深度的交谈 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流亡社区内 各种不同的观点各种不同的主张 他们甚至说的话呢 今天因为达拉萨拉还健在 哪天说如果他真的不在了 如果北京继续坚持如此 今天这样的强硬立场 那么大人当中追求独立的那种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到那个时候问题会更加不好解决 我们更不用说 新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远比西藏问题更为严重 所以北京的统治者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 如果他真的有一点智慧的话 他应该证实这些问题 我们虽然说这个是批评共产党政府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生命 我们还是希望的话呢 这个民族 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所构成的国家 今后能够找到一个 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来共同生活 彼此友好相处的条件 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 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愿望 而不是靠强制 不是靠压制 这是解决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 感谢博树教授 四次节目给我们梳理了整个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们今后的话 我们看到有的观众 还也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希望听到在西藏问题上 有更广泛的声音 各个角度 那也许我们今后的节目 还会找到其他一些 跟这个博树教授呢 观点可能有相同 也有不相同的一些其他一些专家 我们 这也叫做兼听则明嘛 好 这个感谢博树教授 经过多年研究 然后又把他这个自己的研究成果呢 条理化 简明化 给我们讲了 做了这样子 这个四次节目的一个梳理 我们也祝愿博树教授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今后能有更多的这个学术成果 我们也感谢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感谢我们的在幕后默默工作的电视导播人员 好 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结束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